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需要监控的不光是我们业务系统而是多层次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服务肯定是部署在某个物理机上的 物理机会是一个不同的操作系统 而操作系统更上层 由于我们现在是Cubernetes的一些容器化技术 我们还会对容器化进行监控 而最上屏则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监测到的予游程序 Skywalking它其实本身就是这么一套完整的核观的方案 它可以支持我们对指标 利用追踪 日志和实践采集 实践数据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前端中 我们可以嵌入一定的JS代码可以JSQ代码来进行前端页面的数据采集 在后端的各业友程序中我们可以嵌入通过手动或是自动方式 来嵌入一些agent程序来对一些利用追踪 指标 日志等采集 同时在ServiceMesh场景下我们可以对EastioMV的数据进行采集 同时我们也支持Cubernetes和Windows和Linx的一些数据采集 本次的重点主要也在于在Cubernetes的场景下进行数据采集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GFC或者HEV等协议 上报到我们Skywalking后端中 Skywalking后端都可以对数据进行存储 然后进行聚合 并且我们提供了同一UI界面和命令和工具进行查询和展示 然后下面我们回到第一张图中 第一张图中其实我们介绍过我们系统 其实会存在一个多层的概念嘛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监控还存在一些遗漏 比如说像是Cubernetes它其实本身会有API server 也有DDI server 其实这部分服务是很难进行监控的 再或者比如说应用程序中像是不同数据互存储 比如说是Easticsearch或者是MyCircle 其实都很难进行监控 同时我们比如说对一些未知的语言 或未知的自定义协议也很难完成监控 而我们这次所需要做的事情是能够把这部分所有内容进行完成监控 主要三个比较关键点 第一个点在于我们希望是无亲入似的 通过无亲入似的监控 我们可以完成对一些比较老的系统 就是很难去进行监控系统进行监控 同时对一些第三方的游用程序进行监控 第二部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多语言或多协议的支持 就是可以认为它是对于语言就不同编程语言或不同的编程协议 它其实不敏感的 最后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全站式的监控 全站式的覆盖 包括从TCP或ATP层监控 也包括下发更下层的L2到L4层面监控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像零用追踪 假设你用过零用追踪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跨度它其实本身的可能时间比较耗时比较长 但是我们很难发现它底层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们通过对L2到L4层一些数据的支持 可以很快速帮助你了解到是哪层面可能出现问题了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 其实EBPF技术是比较符合我们所做的事情的 而且EBPF技术也最近比较火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其实EBPF本身它其实就是一段C的程序 在这段C的程序中 你可以调用EBF一些相关的API 然后进行相关处理 最终它也可以通过一些堆列形式 来和其他应用程序进行交互 当你写好这段程序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段程序附加 attach到某个list的系统函数中 比如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画attach到它这个sysisqt这个函数中 当系统被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首先先调用到我们的EPF程序 当完成之后 它才会真正的完成 具体的内核函数进行调用 而且这个EPF程序 它不光仅限于Lins内核函数 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嵌入在运物态空间 比如说运物态某个程序中 也包括sysqt层面 包括Lins内核的一些代码 同时它还可以把这段程序 嵌入到网卡的一些代码时间过程中 在这样图中你可以看到 整体的EPF它从开发到运行的整体一个执行情况 比如说当我们编辑好EPF程序之后 我们会通过C-Line编译器进行编译 编译成具体的一个bytecode 这部bytecode中其中包含了我们具体的程序 还包括一些具体的MAP对象 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够的一些library 对这个EPF程序来进行挂载 挂载时候它就会交由内核 来进行对这份程序进行验证 并且利用GIT这种编译器运行式编译 来编译成字节码 并真正进行私家的程序中 通过这种方式 EPF这种程序它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四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它其实是无侵入式的 它可以就是 无论你程序怎么执行 它都是无侵入 对你程序没有人干扰 并且它是动态进行增加的 动态进行复加的 你可以随时进行关闭掉 随时停掉 且随时开启 并且由于它本身会有GIT这种编译器 这种工具 它可以以很高的性能 来在你的机器上去执行 同时它本身 那个EPF有一个Wirefire 它可以对你这个EPF程序 进行校验 如果当你这样通过 它其实没法执行执行的 它所以可以保证到 这个EPF程序的安全性 通过结合EPF程序 我们其实就开发出了 一个Skywalking Rover这个项目 它你就可以把理解为 它是以低迷赛的形式 来部署到你的 Kubernetes集群中的 每台机器上的 当部署完之后 它就会在当前这个节点机器上 观测每个机器中的Pod 每个Pod中的进程 从而发现每个进程中的流量信息 通过Rover把这部分信息聚合之后 统一交给Skywalking的后端 来进行聚合分析并存储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demo样例 来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就是这个Kubernetes监控 做哪些事情 在Skywalking项目中 是有一个showcase这个项目 它本身就会部署一套 完整的业务流程 包括从整体的请求 到拨号后端的 数据属存储 在下面这段代码中 这四行代码就可以带你去了解 如何把我们这个showcase这样的项目 部署到你的Kubernetes集群中 你只需要去下载 并且部署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哪些特性 你需要进行部署 比如说这里我们使用了 今年下午四点半 我们有一个高空谈老师 会讲解BiNDB这个输入存储 包括我们会部署在 Service Mesh这个集群上 同时我们会把Kubernetes监控 和Rover这样的项目 一同部署到你的集群中 当部署人之后 等待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打开在Skylken UI界面中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 已经采集到的服务哪些 包括像刚才 包括所说的业务服务 包括每个服务 它对用的POD类表 它的CPU的request的limits 如果当时这个服务提供 HTB服务的话 还会采集到当前的一些 HP负载的负载率 还有成功率 同时如果两个进程 两个服务之间 它们存在网络对象关系的时候 我们还会根据网络流量 来生成对应的TOP图 同时你可以在两个服务之间 你可以看到 它们之间的TCP和HTB 级别的一些请求次数 包括读写情况 包括它的网络负载和延迟情况 下面进入到每个service里边 我们会通过一个type类名 来展示出当前这个服务 一些基本信息 包括第一也会显示overview 会展示出当前这个服务 它所对应的POD列表 哪些然后它的POD名称 包括所使用的CPU 和内存的使用情况 在TCP这个type中 我会显示出当前这个服务 它和其他服务 所建立TCP连接的一些次数 包括它所写入和读取的TCP数据包 包括它假如说当前这个服务 它存在L2 L4的一些网络流量的时候 它们会对这些网络流量进行采集 同时我们会对IPPBOS 或Mac地址的解析 来进行制造生成 如果当前这个服务产生了HTTP级别的一些 服务的一些请求的话 我们同样会采集到当前HTTP级别的一些请求次数 然后成功次数 包括成功率 同时我们可以采集到当前这个服务 它所对应的POD列表哪些 包括每个POD它所对应的HTTP级别的请求次数 成功率和延迟情况 在ANDPOD列表我们可以显示出 就是当前如果是产生了HTTP请求的话 我们会让它具体每个URL进行分类 然后来分析出对应的指标 不光我们可以产生的服务 单个服务自己的 我们同样可以产生出服务和服务之间 它们如果存在第二个关系的话 对一些对应指标 比如说服务和服务之间 它们可能存在一些请求 然后可以看到它们相关的建议连接次数 请求次数和请求次数 还有一些想象次数 我们可以称成服务级别 POD的级别和它端点级别的一些指标 总结一下我们这个DEMO所做的事情 它其实会通过两部分数据员来进行展示 第一部分我们会通过Coverstate Metrics 然后加上OpenTelemetry的Collector 来进行汇总出一些基本信息 包括一些POD的信息 然后它CPU使用率的信息 第二部分也是我们本次的重点 我们会用EPF技术 来对当前所有的进程进行数据采集 还有四个比较重要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它没有任何程序限制 它不光你这个系统是老系统 新系统还是不同什么语言的 都其实可以支持 同时我们还可以对L2 L4 甚至L7这种级别数据来进行采集 基于这部分所有的流量数据 我们会生成对应的服务POD和它的URL链接的一些识别 同样我们基于这些所有的流量信息 我们会生成对应的TOP图 好 接下来我是讲一个重点 是我们介绍一个具体其他 就是如何进行实现的 如果想知道几个进行实现之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到一些就是进程 它其实是如何和它这个网络进行交互的 它其实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拥护空间 然后第二部分是那个空间 拥护空间我们会通过 首先我们会自己写一部分代码 通过这部分代码来调用到 第三方的一些网络框架 一些框架中 比如说像JRL HP Plant 或者像JPC这种框架 这些框架它本身会调用到 具体的语言级别的API 比如说Java中 它有自己的操作语言的一些 操作网络的一些API 然后这些API 它又会调用到具体的 Linense内核的方法 它首先会调用到 Linense内核的API 我们可以称之为它叫Syscode 在Syscode被执行的时候 它又会真正进行网络性操作 这时候由于我们是使用EPI 这种技术嘛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 我们具体的挂载点是哪里 Attachment是哪里 所以它其实有两 我们当时有两部分的思考 第一部分是用户太空间进行拦截 第二部分是内核太空间进行拦截 下面我分别对这两部分的 优缺点进行汇总 在用户太空间 我们其实可以很轻松地得到 当前请求的一个整体上下文 包括它是HTPE的HPS的 或者像JPC这种协议 同时我们可以很轻松地通过一个拦截点 来汇集到它整体的一个请求或想要信息 但它同样有些缺点 就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在于它的方法和数据结构是不稳定的 因为假如说我们需要 针对不同语言进行拦截 这时候会涉及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消灭所有语言的拦截 比如说像Java Go 或是其他的python 所有语言都需要进行重新拦截点的识别 这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个它其实会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监睁的问题 第三点它其实是一个更致命的问题 假如说当前你这个程序所打包 或者二进这些文件 它如果并没有 就是生存对应的一些符号表的话 我们其实是很难完成监控的 然后内核层面的话 我们其实有些有点 有些缺点 有点方面它其实是可以支持任意语言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上层 是无视任何的用户 用任何语言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拦截到后面的 kernal space就可以了 所以它其实是无视任何语言 都会进行拦截支持的 同时它可以很容易的 把L2和L4的数据进行关联 第三部分就是 好处在于它是 由于它是拦截在内核台空间的 所以它的所有方法 包括数据结构是相对稳定一些的 也更好地去进行兼容适配 当然使用内核的空间 看似很很美好 但它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它在单个请求 它会分成多次的调用 比如说我们 真正发送请求的时候 它会发送一个write的请求 然后当它读取请求的时候 会读取一个read的方法 所以它其实会通过多次的 而不是单次的方法 进行调用 同时它还有一些 就是识别上的问题 比如说像htb2 它其实本身会有一个 htb2的一个投压缩技术 其实在用户的空间 可以很容易会遇到 但是在内核台空间 其实很难去了解到 这个信息的 通过最终的调研 我们发现其实内核台的拦截 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可以在Linx的API 就是Syscode层面 我们进行一些基本数据追踪 然后在SocketOps的时候 我们进行L2到L4的数据采集 既然我们已经定了 具体的某方案之后 我们就需要定到 我们哪些的Syscode 或者是SocketOps 是需要被支持到attachment的 我们通过观察Linx的 一些官网的Syscode 我们来到 它的网络操作和read的操作 它其实本身是有些写不说明的 比如说在SocketOps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Bound的 这种方式来进行绑定端口 通过Sack来获取到 一个新的Socket 通过Connect来进行 新的连接建立 然后针对于发送 或者接收请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ResearchFarm 或是ResearchMessage 或Send2 Send2Message这种方式 来进行拦截 来获取到它真正的数据内容 通过这些数据内容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它整体一个和网络的 执行过程 首先会通过Connect 或Send2Message这种函数 来拦截到 那个新建 或是接收一个新请求 通过read和read这种函数 来规则它当时的 真实的数据内容 是什么样子的 最后通过close 来关闭当前请求 好 下面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是如何进行 L7级别的 那个不同语言的识别的 它其实 上面这个read和read函数 它其实真正对应的是 Lins它本身的一个 两个对爱提供的Sysco 第一个参数 它对应提供的是文件具柄 当前这个进程它的文件具柄是哪个 第二和第三个参数分别是当前 这个buffer的reference 和它的count数量是多少 通过第二和第三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真正的每个不同协议 它所传递的backerread是什么样子的 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在游用程序中 先拦截掉它的所有的read和read方法 然后通过一个队列形式 发送给运用固态空间 通过运用固态空间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它具体的协议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真正发送给盖的请求 它地址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对这部分内容解析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它具体的HTBG的一些的行动信息 是什么样子的 同时如果两个竞争之间 它们存在各样关系的时候 因为它不能不光是传统的 这个plan test的方式 它有可能会引入一些TRS机制 比如说像是HTPS 它本身它会有一定的 加密方式 它加密方式如果去做 它其实本身是基于 这个运用程序 它本身会调用到TRS一些类库 比如说像是OpenSLL 或者是BoringSSL 然后加入这个类库之后 它才会去真正发送 给运用内核进行处理 在右侧你可以看到 它真正的内核函数 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SSLReadSSLWrite 在这里它就会提供 具体的一个加密之前 和解密之后的内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只需要对这两部分数据 进行拦截的话 我们就可以感染它加密之前 和解密之后的数据内容 之后内容就其实和 正常的plan test的解析方式 是一样的了 下面我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L2到L4层面 是如何进行数据分析的 这时候就会引入一个 你们很常见的一个OSI模型 这会涉及从L7到L1整体制定过程 首先在数据发送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通过L7层面 将数据发送 在L4的时候 我们会对所有数据内容 进行分成TCP包 TCP包在L3层面 就会把它具体的某些的IP地址 进行转换 比如说在Cubernetes层面 我们都知道 在服务和服务之间 进行交互数据的时候 它其实通过一个名称地址 来进行交互的 它其实在L3层面 会转换成真正的P包的IP 所以我们在L3层面 可以感觉到具体的IP地址 目标地址是哪里 在L2和L1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具体 真正进行数据发送 把它分成多个fream 进行数据发送 这是发送纽程 发送它其实就是L7到L1整体的过程 而数据接收 是一个完全反向的操作 它其实会把L1 从L1接收到数据 到L7的过程 在接收的时候 它其实会先到 那个网卡层面 先接收到数据 然后L2进行汇总 第三 在L3的时候 它其实会把所有的IP地址信息 进行转换 在L4的时候 它会合并成 对起的TCP package 来进行处理 最后再会交由 那个L7 我们具体的 其实首先从L4往下走 我们在L4的时候 就可以分析出具体的每个包的 它的大小和数量是多少 并且它如果产生重传 或者丢包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一道数据 在L3层面 我们就可以解析出 具体它的目标地址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IPtables 我们就可以解析出它对应的 利用NAT这种技术 来解析它目标的IP地址 什么样子 同时如果两个包子之间 它们存在地址解析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Mac Resolver 然后来进行Mac地址解析 同时在二层或一层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可以感觉到 它具体所发送的网卡是哪一个 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具体的一个网卡的发送的时间 什么样子的 在右侧图中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不同的L4到L2过程中 它所生的指标哪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析出 L4和L3和L2 它每层的耗时 以及它每层 它一些入队的时间 它真正进行网卡发送的时间 什么样子的 同时在接收的时候 它其实实际上是反向过程 首先它会先交由L2进行水接收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每个TCP数据 包括它的对应的网卡名称 什么样子的 同时由于它的实践原理 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其实是会入到一个 receive key的对列的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它当局了一些时间 同时在L3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具体的 利用NAT 同样利用NAT 我们可以解决出 它真正的IP地址是哪一个 同时它会把这本数据 同时发送到一个 Socket key这个对列里面去 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具体的时间 在L4就是其实也和之前L4 其实相同 基本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具体的TCP包大小 然后包括它每次对列 它的时间是什么样子的 和之前一样 我们同样会是能对应 一些每层的时间 这种抛插 它在每个对列这种时间 好 我们对这个时间原理 即将汇总 首先左侧是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概染图 我们会把Skywalking Rover 会以地面赛形式 来部署到每个NAT 上去 同时部署完之后 它会监测每个POD 的每个进程 它的网流量是什么样子的 同时对这个流量 来进行汇总 最终存储到 那个Skywalking的后端中 来进行分析和存储 在具体Rover做的那些事情呢 它其实会分为拦截 和使用两阶段 在拦截阶段 它会对用户态 和那个Ti分别进行拦截 在用户态的每个进程中 它会对每个SSL的框架 来进行拦截 从而来解析出 我们真正的代加密 和解密之后数据 同时基于Lins or Cisco拦截 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具体的每个进程 每个connection的次数 的信息 包括一些planet test的信息 我们进行解密 同时在Kernel Space的时候 我们会解析出 对应它的TCP数据 用它对应的IPV4V6数据 同时我们会解析出 对应它的网络 它的网卡是有哪一个 L4和L2 它们之间 它们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数据我们会通过 一个buffer array的形式 来统一发送 以用户的用户的空间 交由SkyWay and Rover 来进行数据汇总 好 最后给大家介绍 我们之后一些发展方向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能会支持更多的协议 第一部分我们目前 只是HTB协议的解析 我们之后可能会引入 比如说MyCircle 或者是Elastics 这种更多协议的解析 第二部分我们可能是会把 这个系统和这个trace系统 相关联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其实很多系统 不光是使用传统监控 也会引用一些tracing系统 我们可以把tracing系统 单个请求和整体 网络执行情况 关联起来 从而来完成单个请求级别的关联 同时我们可以引入 Wassom这种一些语言 来让你自定义的 去了解自定义更多信息 好 以上就是我本次演讲内容 好 以上就是我本次演讲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